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宣布了上修第一季展望 那营收预估达到1470亿元 毛利率是47% 主要的上修原因是因为28奈米晶圆需求增加 再加上客户进来积极回补库存 中低阶就会手机逐渐串红 28奈米订单强劲回流 加上客户开始回补库存 台积电上修第一季彩色目标 营收达1470亿元 和上一季相比由衰退转为增加0.8% 毛利率47% 营业利益来到35% 今年营运渴望再创新高 景气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 我觉得今年应该是比去年应该会好 这股的热潮所以我们的成长率会比较快 由于过去台积电营运预估都非常准确 在第一季单季时间宣布调高财测更是历来罕见 设备业者认为第二季台积电8寸厂 产能利用率将达满载水位 12寸厂的40nm产能利用率也回升到9成以上 尤其智慧手机和平板采用的WiFi晶片 LCD驱动IC等下单积极 预估第二季营运动能还是很强劲 16FINFAT技能是非常快速的工作 我非常肯定我们的20SOC 另外观察累计前两个月 预估可以达到1.71元